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舞巴雅鞠 沙哑微微喘息着 面上一片绝望笼罩 望着前方那个让她忌惮的身影 咬牙问道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自她开始逃跑到现在 已经过去好几个时辰了 可沙哑却悲哀地发现 无论自己怎么逃 都逃不出这方圆几十里的范围 好似她在围绕着一个位置 不停地转圈 总是莫名其妙地 跑到这个巫牛面前自投罗网 她是魅魔异族 神念的强大 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本领 她初始以为自己中了什么巫术 出现了什么幻觉 可几次三番检查下来 却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不是幻觉 自己也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 可是跑着跑着就回到原点了 这种莫名其妙的遭遇 让她感到恐惧 就如她恐惧这个巫牛 之前展现出来的力量一样 她的眼眸一片昏暗 仿佛被乌云遮盖 看不到一丝希望的光芒 惊惧交加之下 她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因为几个时辰的努力 让她明白 自己是逃不掉的 我说过 这个世界中我为主宰 我想要你生 你便生 我想要你死 你无论如何也是活不下来的 话落之时 杨开微微往前迈出一步 而那步伐 仿佛是踩在了沙雅的心房上 竟让她浑身一震 张口就吐出了鲜血 杨开从空中 一步步朝她走去 神色寡淡 不带丝毫感情色彩 而每一步落下的时候 沙雅身上的气息 就要虚弱一分 口中更是鲜血狂喷 似乎整个世界 都要开始与沙雅为难 无法接纳她的存在 不将她撵为鸡粉 恃不罢休 生死存亡关头 沙雅做出了一个 最明智的选择 只见她忽然担心 跪在地上 神态虔诚 开口道 大人饶命 沙雅愿意向您效忠 她是聪明人 所以不难猜出乌牛 留她性命的意图 这个乌牛既然不贪图 她的美色身躯 也不急着杀她 那么就只有一个目的了 收服她 所以沙雅在明知无法逃跑 无法抵抗之时 立刻低下了自己的头颅 她没有什么 誓死不屈的高峰亮节 为了活命 她什么都干得出来 这也是天地万物的本能 杨开的步伐顿住了 微微一笑 善 沙雅这才感觉 四周那无所不在的压力 陡然减缓 忍不住 嘘了一口气 微微抬头 用那张 足以颠倒众生的美丽脸庞 望着杨开 楚楚可怜的 不知大人 需要我如何证明 就如之前杨开向她投诚 她需要杨开展现诚意一样 此刻她既然选择 抛弃自尊和立场归顺 那么自然也该证明一下 空口白话 没人会傻到相信的 敞开你的十海 杨开吩咐道 沙雅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放弃了神识的防御 十海之中的诸多秘密 请客间 成为不设防的状态 只要杨开愿意 便可任意所取 当然 真要这样做的话 可能会对沙雅造成 不可挽回的创伤 一不小心 就足以让她变成白痴 杨开并没有去窥探那些秘密 只是神念涌动 冲进沙雅的十海中 在其中烙下了自己的神魂烙印 沙雅交去遗颤 冥冥之中感觉到自己 与这个乌牛之间 有了一层无影无形的联系 好像有一根绳索 拴住了自己 而绳索的那一头 便掌握在乌牛手上 莫名其妙的感觉 这个乌牛有些亲切 不再如刚才那般面目可憎 沙雅知道那是神魂秘术的缘故 同时悄悄地感应了 一下这个神魂秘术的强度 下一刻 沙雅便心头一沉 她本以为 凭借自己的神识力量 就算对方在自己的十海中 落下痕迹 自己也能找到机会将之抹除 毕竟她才只是一个 相当于魔帅的存在而已 可事实上 沙雅却发现 那烙印的坚固程度 根本不是她所能够撼动的 这让她抱有的一丝弃义 瞬间化为了乌有 你应该知道 你有任何不好的念头 我都能有所感应 杨开笑盈盈地望着她 沙雅脸色微微一红 娇滴滴地抬眼道 大人 我错了 再也不敢了 从今以后 沙雅便是大人的人了 还望大人 多多垂脸 她一副娇柔无限 媚态百生的模样 让这整个天地 仿佛都失去了色彩 杨开却是一抬手 沙雅脸色狂变之时 胸口一疼 低头望去 只见胸口处竟然出现了一个 拇指大小的血窟窿 贯穿前胸后背心血狂飙 沙雅的脸色优得苍白 下次再敢对我施展魅术 这个洞会开在你的脑袋上 杨开一脸的冷酷无情 是 沙雅神色疑速 虽然对她来说 脑袋上开个窟窿 也不会致命 但那总不是什么美好的体验 当下变得老老实实 杨开歪头瞧了瞧她 皱眉道 你之前说的 魔心不灭 魔族不死 魔心既然是你的根基所在 为何我两次破坏 都没要你的性命 之前在战场上 杨开从背后偷袭 百万件明显将沙雅的魔心戳穿 而刚才同样一指洞穿了魔心 可沙雅除了看起来有些虚弱之外 哪有什么性命之忧啊 沙雅回答 我有两颗魔心 任何一颗魔心存在 我都不会死 杨开眉头一条 其他的魔族强者也是这样 沙雅道 大多数都用复数的魔心 只有极少数才只有一颗 大人日后 若是想要杀死魔王以上的存在 必须得确保他们的魔心全部摧毁才行 他刚刚投诚 急着表现下自己 所以对这个情报倒是没有什么隐瞒 我知道了 杨开点点头 伸手一抬 沙雅条件反射般的变了下脸色 还以为自己又不小心触怒了对方 可很快他就知道自己多虑了 一个精致的玉瓶朝自己飞来 轻飘飘的落在地上 沙雅抬头 狐疑的看着阳开 服下里面的丹药 等会儿我还有话要问你 沙雅这才将玉瓶拿起 打开瓶盖 从里面倒出了一粒圆滚滚 饱满晶莹的灵丹 一股丹香味扑面而来 竟让沙雅生出了一种 恨不得将它立刻吞下去的感觉 他也没有迟疑 确实将灵丹吞了下去 很快 沙雅便面色震惊地 盘膝坐在原地 默默地调息起来 前后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他身上的伤势就已复原 连带着之前受到的暗伤 和萎靡的气息 都得到了极大的补充 重新变得身材奕奕起来 魔族的生命力确实强大 尤其沙雅还是一位魔王级别的存在 不过能这么快就恢复 其中一大半都要归于 那一粒神奇的丹药 一族人居然能炼制出这样的东西 刚才乌牛大人似乎称他为丹药来着 沙雅眉头紧皱 他对蛮族这边的药理的理解 还停留在一些 看起来像是浆糊的草药混合物上 这样一粒散发着香气的灵丹 别说贱了 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不可否认这丹药的功效强大无比 若是一族人能够随随便便 炼制出这样的丹药 那他们受伤的族人 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 这对魔族很不利呀 想着想着沙雅又是一笑 自己考虑这些干什么呀 如今自己已是尖下之求 想要活命 只有摇头摆尾 祈求乌牛大人大发慈悲 想这些东西完全没有意义 忽然就成了别人的奴隶了呀 沙雅轻叹了一口气 收敛心思站了起来 规规地朝杨凯那边走去 带到他面前站定道 大人 我好了 杨凯转过身 望着他问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问题 你们从哪里来 摩玉 摩玉 杨凯眉头一皱 沙雅微微一笑 大千世界里里 大人所在的这片天地 并不是唯一的天地 摩玉 是与大人所在的这片天地 同等的存在 杨凯微微稀奇 你是说还有更多这样的世界 沙雅 沙雅点头道 当然 虽然我没去过太多的地方 但是据祖辈们留下来的信息记载 在这无尽时空之中 确实有不少大千世界 这是世界与世界之间有壁垒的存在 轻易察觉不到彼此而已 只有那些力量登峰造极者 才能感应一样 那你们魔族 又是如何发现这些大世界 又如何进去的 世界壁垒 有强有弱呀 有的大世界的壁垒 形同虚设 只要找到入口所在 随意便可进出 不过有的大世界的壁垒 坚固得很 并非人人都可出入的 想要进出的话 必须得付出点代价才行 大人你所在的 这个世界与魔界之间的壁垒 就有些牢固 之前还是魔神大人 亲自出手 将戒壁打通的 魔神 杨开眼帘一缩 之前他听沙雅提到过这两个字 只是杨开一直以为 这所谓的魔神 就如同巫神对蛮族的存在一样 是一种象征和精神的支柱 可现在听沙雅话中的意思 这个所谓的魔神 居然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还出手将两个大世界之间的戒壁 打穿了 这个消息让他有些毛骨悚然 这得需要何等强大的力量才能做到 星界之中盛名在外的十大帝尊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力 沙雅肃然道 在魔狱之中 只有最强的存在 才有资格成为魔神 不止一个 杨开眉头跳得厉害 当然不止一个 沙雅奇怪地望着他 似乎不明白他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从小玄界返回之时 杨开脸色凝重 与沙雅一番畅聊 让他得知了不少关于魔族的信息 这让他知道 魔族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种族 魔族百族 种类繁多 每个种族都有着自己的天赋神通 就如沙雅是魅魔 他的天赋神通便是魅惑之光 是生来就有的一种能力 一旦施展开来 很容易将那些实力 低于自己的存在魅惑 轻者受他驱使 为他所奴役 众者神智丧尸 沦为行尸走肉 此前在战争之中 碰到的那一个个身材矮小的黑影 便是百族中的影魔 他们最擅长隐匿刺杀 游走在黑暗与阴影之中 还有那些沙魔 红魔 绿魔 人数最庞大的一个种族 叫做利魔 他们是天生的魔族战士 之前在战场上碰到的魔族 有八成都属于这个种族 不过现在都死光了 杨凯领着沙雅 从自己的石窟中走出来 引起一片鸡飞狗跳 十几个巫和其他蛮族们纷纷震惊地望着魔王杀哑 雨露双胞胎更是一手巫术凝聚 随时准备开战的架势 这可是魔王 是之前那一支魔族大军的统帅 众人自然警惕 我有敌一脸淡然的神色 好似早有所料一样 不见丝毫意外的表情 大家不用紧张 我如今是巫牛大人的奴隶 对你们不会有什么恶意的 面对众人的敌意 沙雅微微一笑 奴隶 众人惊叫 没有人不知道奴隶二字代表的什么含义 雨露朝杨开头以询问的眼神 见他点头承认 还是生出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杨开之前虽然表现得极为强大 但将一个魔王视为奴隶 这种事还是太过匪夷所思了一些 所有蛮族都没有彻底信任杀养 尽管有了杨开的肯定 他们还是对这位魔王保持相应的警惕 雨露上前汇报工作 那些被俘虏的魔人们 在经过众无的旗帜救治之后 倒是有不少人摆脱了魔器的缠绕 恢复了神志 不过或许是因为 他们被魔化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有一大半都在救治的过程中 暴露而亡 令人扼腕叹息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被魔化之后 往昔的同胞们就成了魔人 六亲不认 毫无理智可言 想要救回他们 必须得付出一些代价 将其中一小部分人救回来 总好过所有人都保持着魔人的状态 前几日的战争中 巫牛布折损了两百多人手 一下子又补充了回来 不过那些被救回的族人们 此刻还显得有些虚弱 需要一些日子静养休息才能恢复 羽露也正在研究更好的救治办法 用视觉术激发族人的体内的弃血之力 浮以轻心静神两树 是阳开之前随意琢磨出来的办法 虽然起到一些奇效 但应该还有更完美的办法 羽露出身 巫神殿 见多识况 最适合干这种研究工作 若是真能成功的话 那以后再救治族人的话 伤亡率恐怕要大大降低 除此之外 这些被俘虏的魔兽 大多也都被众巫们施展奴兽术训化 双胞胎想从巫牛布中 选出一些最强大的战士 编排成一支骑兵 可这件事情没扬开的手肯 他们也不敢擅自决定 所以此刻来问问意见 阳开自然没意见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 心声出牵挂 共谁演绎着掌 金鸽铁马 谁祝福真有算得到吗 有声书 有声书 有声书